你们现在在听的是雨后阳光 Raymond & 汪友的直播节目 希望大家可以帮忙 点赞、订阅和分享 记得看一看订阅状况 按住小铃铛订阅 也希望大家可以把直播节目 和节目分享出去 多谢大家的支持 现在讲一下李家超的回应 昨天有记者问 李家超 怎样看梁振英的观点 以及 政府现在的土地供应是否恰当 李家超说 经验显示 造地不足 就会导致供应不足 楼价失控 以及市民上楼困难 这些问题 而造地就要好几年了 2000年初的时候 政府曾经停止造地一段时间 导致其后要处理一些实际情况 不是很理想的 他不是说不是很理想 他说是很不理想 对不起 我说错了 引述超过对的事情 一些实际情况 是很不理想的 李家超就说 认为房屋市场 要健康发展 土地供应的主导权 一定要在政府手上 李家超又没有说错 这个是 否则 土地的主导权 就变成了利益繁利的控制 是 这个又没错 这个又没错 他说 当局必须照顾市民 在土地和房屋方面的利益 从而考虑政策 我问一下李家超 他有没有考虑过 在2020、2021年 国安法立了之后 对香港 投下信心一票 用真金白银 以及未来几十年的收入 压住在香港的小业主 有没有考虑他们的利益 你的政策有没有考虑这些人的利益 这些是 对香港最有信心的人 2020年、2021年 甚至是2022年 在国安法立完之后 继续在香港投资的人 你有没有考虑他们的利益 你考虑你的政策 有没有考虑这些人 好了 这个就是我看到的事情 刚才有听众说 封继续吹 他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梁振英的确不是很好 但是比你是事实好 我不知道 你的观点而已 你看看 的青就说 超强组合就是懂得铁铁 懂得经济 不知道他懂不懂经济 总之他说的东西 就听他说 李家超就说 做地和供应是两回事 情况由于政府要尽量发挥财政来源 他解释了 他解释了什么 为什么要抄牌抄得这么厉害 罚那些店铺放出一点点 罚6,000元 放出一点点罚6,000元 现在原来是发挥财政来源 他就说政府有钱可以用 也可以把多余的钱放在银行 不是一定要使用的 而做地是同样的道理 因为做地是需要长时间的 当局不断做地 被有需要的时候推出土地 否则 也可以成为土地储备 是不是这样呢? 我不知道 风继续吹他 他的意思是你们玩难就不行 他自己要 拿回玩难权在手 我不知道 现在 不要紧的 看看他怎么说 李家超他说 相信任何政府都不会轻述 我相信过往每届政府和现届政府 都同样严肃地案数据 客观实事求是处理 其实这届政府有很多事 明显是很不同的 做的事是 改变了一些做法 以往的一些做法改变了 以往的一些做法 可以说是 未如理想 在这届政府的角度 他就改变了一些做法 他改变了某些做法 是不是真的 是对整个社会好呢 大家可以有一个很客观的 评价 大家有评价 我就不评价 因为 我评价又被人说 我胡说 就是这么说的 你先看看这个情况 滴丁他就说 还有便衣捉过马路 其实 如果你真的为了一些 阿公阿婆的安全 你找警察 即是军装警察 去看着 过马路的位置 这些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找便衣捉 其实就不太好 Angeline Mack就说 他这次回香港最感受 就是人们很手继续过马路 因为不知道有便衣 即是哪里有便衣 所以一定会很小心的 要先盯着 就算你要犯法也好 还是要看看 有没有像警察的人 风继续吹就说 他连真话也不敢说 学什么人实事求是 一说真话的人 又会令人想起黑暴 那里才是麻烦 其实最麻烦是这样的 他怎么说呢 他说政府做地决心不变 会审时度势 稳健有罪 推进各项目 这个是真的 其实这个是没问题的 其实说真的 大家都知道 之前 北部都会区那里 他们收地的 现在都慢了 其实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其实 因为后面我也说了 有个信心问题 首先现在要处理的 先处理信心问题 梁振英说的 是对的 但是李家超说的也没错 我一定要说清楚 李家超说的也没错 他就说 做地 以及推出土地建屋 就持审慎态度 其实他也很审慎的 因为现在都没有卖地 没有推出地 为什么他没有推出地 其实 这是一个信心问题 尤其是港铁的项目标 尤其是港铁的项目标 其实那些人都看到问题在哪里 有些人在行内工作 都说 其实你 特区政府 没有找我们这家公司 去 讲一下这个项目 但是你有找其他公司吧 其实现在的人 每个人都出来有个问号 没有啊 我上次回来香港8月的时候 有些人一坐下聊天就知道 就是 咦? 好像本来应该会跟地产商聊天的事情 没有啊 这届政府是没有做的 是不是真的觉得 这个地产商是利益繁利呢? 哈哈哈 你真的被利益繁利控制 就不符合公众利益 但不是啊 到最后其实你的主导权都在你身上 你放了多少地元出来 大家都是 特区政府 你是有 控制权的嘛 到最后你批不批地出来 你卖不卖地给地产商 到最后是你决定的嘛 是不是呢? 就是你 好了 就是你接手之后 做了第一宗洗衣街的地王 三折收稿 三折收稿 其实那一段已经很严重了 不过那时候有些人不断地在说 不是 没事的 那里有几棵老熔树 要保育那几棵老熔树 所以很难搞的 其实我就觉得很可笑的 就是 你保育那棵老熔树也好 那些成本是有限数而已 就是你要 有几棵保护的树 你不可以乱搞 你就在设计那里遷就那几棵老熔树 是不是呢? 就是设计那里遷就得到的嘛 那你设计那里遷就得到就可以了 就是你为什么会变成三折收稿 就是 因为你说七成的钱 是要去保育老熔树和建政府的设施 这个当然是不可能的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你三折收稿的 已经告诉别人 你整件事已经很糟糕了 为什么你接了手之后 是会搞出这样的事情 有人借你的名字去 找好处的嘛 对不对? 你结果现在实际 就是益了一些利益繁尼 你现在在做的事 你说不益利益繁尼 你实际就益了一些利益繁尼 你接了手之后 有多少地是三折收稿 这些有纪录可以看的嘛 是你现在在你治下 你益了的利益繁尼 你不要倒转来说才行 现在很好笑 基本上他是倒转来说 他就说 土地主导权就变成利益繁尼的控制 不是啊 你接了手之后 很多东西是三折收稿的 不止一块地 在大嶼山又有一道是三折收稿 我不是开玩笑的 接着 好了 你在北部都汇区那里 本来呢 有块地是想行基保地价的 你出钱出了几十亿 买了行基地 是你帮利益繁尼 现在是赚钱的 对不对 你看看 对不对 所以梁振英这次没说错 为什么我说梁振英没有说错呢 其实梁振英是说得对的 你有些东西的供求 你要尽量对得回 其实你一三折收稿的时候 其实已经很大问题 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不敢出声 我们就一直都说了 就是我一直都说了 对不对 衰腾经一就是 我直线抽击叉烧 我没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Elsa Tank 就是老荣雪结果 敷了两棵 其实你那时候说 三折收稿是合理的 那时候有班人说多少 那时候我已经说了 你三折收稿也不太妥了 其实政府应该有的收益 是少了七成的 是不是 你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人们没有了信心 其实是那时候已经开始了 其实是 那好了 CM James Ho他就说 叉烧哥借题发挥而已 现在不是说对错 而是说时机对不对 说老两是利益集团控制 其实四大地产商和梁振英的关系是很不好的 哈哈哈 因为梁振英是很不给地产商的 其实 这个我是 讲过事实给大家听的 有些不信就算 事实上 你看回过去两年多 那些土地成交 实际上 有很多亿的地产商 因为三折收稿 启德也有一块 比减除哥的地是这样的 六千元呎 别人之前是两万多元尺的 那些土地是 在跑道区六千多元尺 当你 整到市场变成这样的时候 大家没有信心是很正常的 其实是 那么 风继续吹就说 又开新位亿人 又便宜了土地 又搞关外队 又开议员位 明眼人也看到哪个在穿桂桶底 正棍分类员就说 优秀的李同志 李是最棒的 这样 Viu Li就说 旧叉销 自己有没有利益收了 他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到时看他退休 做什么高职就知道了 这样 我不敢说他有收利益 不过他有些事情 实际上做了出来 结果有好处的就是 实际有好处的就是利益凡利 所以用这一顶帽去套梁振英 是真的不对的 梁振英其实我也不喜欢他 老实说 我也不喜欢梁振英 但是 不喜欢还是不喜欢 评论一些事情要实事求是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你要实事求是去做 当然 Elsa 听说那两棵老荣树 收了皮 我不知道 其实 我也讲过现实 就是 你用保育两棵老荣树 不知道是三棵还是四棵 我忘记了 在那里 去评论 但是 那一棵老荣树可以三折收费 三折也不够收费 其实本身这个论论 就有问题的 那时候我已经讲过了 其实就是 但是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这些 我说了有没有自己个人利益 我没有个人利益 我说出来没有个人利益 这个话题 为什么呢 因为 就是 何永然他有东西说的 这件事情 休息一会儿 好 MAC 我看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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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